我的壓力來源主要是時間不夠 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除了技能的功課之外 我還參加了很多比賽 但為比賽就有很多準備 如果不到考試我還要抽策間不足 很多小朋友的事都來不及做 反正要練習也沒練到 這要是所以加上了很多壓力進行十年 我的壓力來源主要是老師對我的期待打打 我會增加一些比賽 例如大大小小的數學比賽 學校的藍波比賽 我會把職業表演時 我對自我永遠高的要求 當我沒有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 有時又在中間大人對我的批評 我就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就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會想睡覺 睡醒時發生很多事情沒有作文 我會心情暴躁 因為在大人面產生惡性群光 我壓力來源主要是時間壓住 工作很多 然後如果有時間不行 我的生活 就會讓我心裡非常餓而已 暴躁 如果我們懂得跟壓力共處 就可以適當的調節壓力 也不會因為壓力的問題 情緒暴躁 晚上也會比較好入睡 有正常的休息作息 促使身心更健康 如果沒有壓力 在課業的方面 或許就會 能學習得更好 每個人都要發展出一個 可以舒緩緊張體育的活動 像我就是運動 就可以舒緩和緊張體育的活動 像我就是運動就可以舒緩和緊張體育 我的舒緩方式是與親友聊天 互相傾訴 讓我們雙方都可以 調整身心 舒緩壓力 我的舒壓方式是 吃美食以及偷吃零食 我舒壓的主要方式 就是打電動 而且要打到音樂才夠爽快 通過休學興趣 去釋放壓力 舒緩身心 只要管理並空出時間去做享受的事情 再回去工作 這樣做事的效率也會比較好 比賽考試前有充分的準備 如果早點開始準備比賽或考試 就不必因臨時報復腳而驚慌失措 所以我們可以在比賽或考試前 請教老師或同學準備秘訣 大家能一起合作 分享比賽或考試計畫 彼此督促 當充分準備過後 對自己也會更有信心 就不必緊張 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壓力 定定合理目標 評估自己的能力 建立合理的期待水準 不要高估或低估自己 這樣達成了會有很多成就感 壓力也不會太過大 也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嘗試與進步 有時候要練習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挑戰自我 向同學們分享我們的行動方案 內容包含有 1. 壓力指數測量會合 讓同學們了解自己的壓力程度 2. 出導老師的誰訪幫我分享 3. 了解自己的壓力來源 4. 分享我們親身體驗的紓壓方法 如果你有符合的狀況 5. 如果你有符合的狀況 請在問題後面打個勾 6. 到發言的是清晰力 5. 過程中我們學習到肯定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即使有做不好的事 還有還學不會處理的狀況 我們都可以繼續學習 反复的練習 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都是有價值的 將以阿力貼上正面標籤 告訴自己壓力其實是件好事 因為他表示你對事情有責任感 有時壓力對我們來說不一定是壞事 若壓力程度低也許能激發我們的潛能 甚至讓我們表現得更好 希望我們都能持續學習調適壓力 管理情緒 別讓壓力綁架你我的腦袋 讓我們勇敢學習與壓力情緒共處 挖掘出本性的潛能 走出最適合自己的路 要做一個要求的 是吧 我沒有正在搞的 你沒有錯過 為對我們走的